不是通常都是天蠍座嗎 真的受夠 他會抓準時機 一次把你踩死 前面給你糖汁 後面為你毒藥 太明顯的話 可能就像這樣 表面新顏心 背後動腦筋 大家在生活上有沒有遇到那種 表面與私底下不同樣貌的人呢 今天我們要上街調查 12星座中哪一個星座最腹黑呢 走吧 12星座中哪一個星座最腹黑 我覺得是天蠍吧 我覺得 雙子跟天蠍座 不是通常都是 天蠍座嗎 天蠍吧 有仇必報 表面上一套 安定你一套吧 雙羽座 天真的時候我覺得 其實都會差一點邪惡想法在裡面 心裡有某一些想法才會天真嗎 我覺得射手 比較自私一點 他們就是很自問 很為自己著想 經濟也蠻重的 天蠍跟天秤吧 天蠍本來就蠻會記仇 而且報復性蠻強 可是天秤更老謀深算吧 蠻會記仇的 但是他平常不會表現出來 等到你一直踩他的底線 真的受夠 他會抓準時機 一次把你踩死 K.O 天蠍 你是天蠍嗎 對啊 我不知道 可能我沒什麼心機吧 所以看其他的人都覺得還好 最有心機的才會覺得 沒有 別人都有心機 看好了世界 我只必死一次 那你有什麼心機的故事 可以跟我們分享嗎 我以前在追女生的時候 我會變很有心機耶 每天想說 我要去怎麼遇到這個女生 有點像恐怖情人那樣 故意想辦法 跟愛慕的女生 就是盡量同一個車廂 如果找下客戶 就會想盡辦法 他可能搭公車 我可能搭計程車 之前有一個天蠍的朋友 然後他為了追一個女生 捏造了很多假故事 讓那個女生可能 有什麼母愛 然後我們後來就問他說 為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你這些故事 他就說 喔 那都是假的 假的 因為我們是音樂系 那時候要比說 可以進去上那個大石板 因為我們那時候 那個團就怒選 表面上好像跟你說 欸你們拉得很好啊 幹嘛的 背後說 喔怎麼可能是他啊 為什麼是他們啊 同事就一直跟你說 啊沒關係啊 這個好處理啊 就安撫你 事後才知道說 原來那個洞 就是同事弄出來的 就是他把我踹下去 然後才說 啊沒關係啊 就這樣子 然後結果自己把好處撿走了 小朋友 你是否約好多 我好 我一定好 是嗎 有一些 天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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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蠍太重了吧 什麼 默默的力量 被捅好幾刀的故事 小公主啊 只是想像自己 然後腳都沒問題 最有心機的 才會覺得 別人都有心機 那你們通常怎麼評論 一個人心機重不重 做事的態度吧 跟 講話的方式 就可能會比較巴解 對異性啊 比較溫柔 撒嬌這樣子 這朋友可能就像 男人婆這樣 就會感覺他 比較有心機 欸 早安啊 什麼之類的 啊 我在把 欸 想要講什麼 他平常講出來的話 跟 他展現出來的表情 和他的行為 是不是 表裡合一的人 表裡不一的話 我就會心裡想說 那他是真的 忘記 還是心機重 你知道他會開始 無緣無故講一個人壞話 你就知道他這個人怪怪 不知道有些人下午 笑起來就很假吧 你看得出來吧 就是他們的那個臉 感覺好像就是在 就是客套的話 高中同學吧 他覺得他會看到你 然後 你長得好漂亮喔 你真的是我看過 最漂亮的 怎麼天使 你是天使下凡 在別人前面坐一套 然後後面又講別人壞話 我是很不喜歡這種人 在男生面前 這聲音瞬間高八度的 哦 今天沒有事前 那你要不要跟我去吃飯 這種 會為了男生去下載一些遊戲 然後跟他們一起玩 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 前面給你糖吃 後面為你毒藥 就跟一個人 你假設以為 你們已經OK了 沒事了 找到一個時機點 看到你弱點 他就全力把你擊潰 你就應該是說 他私下跟你講話 跟在大家面前講話不一樣 所以你就會特別覺得 這個人要小心一點 通常面對這種心機重的 你們會如何 應付 面對 出力 就見招才招 他對我心機重 我就對他心機重 可以冷的話就 不要理他 啊如果 對啊 如果太明顯的話 可能就想這樣 好 不想你就說吧 我會選的直接不聯絡 我就不理他 反正他都討厭我 幹嘛理他 搬弄我 就弄死他 哈哈哈 不聯絡吧 因為傷害都已經造成了 漸行漸遠 然後自己平常 不要一次太掏心掏肺 很容易 付出如流水的 由於太多天蠍座被點名 我們決定給天蠍解釋的機會 今天我們訪問被攻擊座的天蠍 你有沒有替天蠍 你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天蠍就只是 可能有些話不會直接說出來 就是他可能有記仇什麼 他不會直接講 會用行動表達 只是想要自己拿腳都沒有問題 可能我沒什麼心機吧 所以看其他的人都覺得還好 最有心機的才會覺得 沒有 別人都有心機 抱歉了天蠍解釋失敗